《殭屍風殭屍割草》 生存遊戲 《殭屍風殭屍割草》 生存遊戲 《殭屍風殭屍割草》 生存遊戲 主角為了找回失蹤的妻兒 要在殭屍末日後的世界中殺出一條血路 遊戲畫面雖然是殭屍風格 不過場景物件和殭屍種類都相當精緻多元 各種爆破劍血特效也毫不手軟 畫面看起來相當漂亮 武器選擇也非常多 不論玩家想要像殭屍陸裡的戴瑞 拿著十字弓貫穿殭屍 或是冷起步槍掃射四方都沒問題 近戰武器很酷炫 甚至還有光劍可以讓玩家 化身為殭屍末日中的絕地武士 除了源源不絕的殭屍潮之外 每關最後還會有強勁的BOSS在等著玩家 BOSS被攻擊到一定程度 還會開啟護盾 需要勇敢地衝上前 用近戰武器跟他對砍 在生存系統方面也做得毫不含糊 玩家在路上需要四處搜刮任何可以用的物資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食物和水 如果飢餓或口渴度歸零 可是會扣血或是移動變得遲緩 如果玩家想要喘口氣 也能夠回到避難所和營地裡購買裝備 或是進行各種升級 如果成功抵禦來襲的絲巢 還能夠一口氣拿到大量經驗值和物資 營地則是提供農作物和水 玩家也能夠在殭屍末日中經營快樂農場 整體而言 末日希望是一款不論在戰鬥或生存上 都很有誠意的作品 殭屍遊戲粉絲千萬不能錯過喔